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中美两国就要重启谈判 重回正规 所以说川普说的话是可信的 表明这次川习会起码中美两国要重启谈判 这个是确定无疑了 几乎同时中国的新华社有一个报道 说川习会也是非常成功 取得了两个成就 第一就是中美两国重启贸易谈判 第二点就是美国不再对中国加征新的关税 第二点各方面西方国家的媒体 还有美国的媒体还没有进行证实 只是新华社单方面的报道 可能再过一定的时间就会披露 到底要不要加征关税 那么我们看到这次大阪的G20川习会 实际上跟去年的是12月1号 在阿根廷举行的G20川习会是非常相似的 就是双方中美两国要重启谈判 而且对加征关税先进行搁置 所以说这个大阪会跟阿根廷会议基本上类似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川习会的参加的人员 我们看到美国这方面呢 这个强硬派温和派都参与 而且就是有关中美贸易谈判的几个主要的人物 像强硬派的莱特希泽 皮特纳瓦罗 还有这个博外洞 还有国务卿蓬佩奥都参加 另外呢 这个商务部长罗斯 还有这个财务部长奴卿也都参加 另外还有这个川普的女儿 伊万卡 还有白宫的媒体主任都参加了 中国这边呢 有习近平 有这个刘鹤 有丁薛祥 有这个杨洁篪 还有王怡 就是外交啊 贸易啊 这几块的人物呢 都进行了这个出场 那么这个会议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它是个闭门会议 但是在闭门谈之前的 前面的五分钟呢 是针对媒体开放的 那这五分钟呢 主要是我们看到 川普和习近平的各自 讲了一两分钟的话 那习近平呢 他一开场 就讲这个 中国和美国的乒乓外交 不过他念这个乒乓的时候 居然黏成乒乓了 是不是他这个小孩子脾气 又出来了 以为乒乓球是 他小的时候吃的乒乓一样 他说这个乒乓外交呢 开启了中美两国的友谊 然后中美两国 关系发展的不错 有一个垫铺不破的真理啊 就是何则两利 得则俱伤 就是不要斗争 要的是合作 不要摩擦 要的是这个对话 不要对抗 还是全方位的一个合作 他觉得这个才是 最重要的中美两国发展的一个真理 然后呢 他就说这次跟川普见面呢 主要是来为中美关系来定调 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呢 开启一个新的一个方向 我们这次要谈一下中美关系的 最根本性的一些问题 要建立一个稳定协调 非常安全的这样一个中美关系 这就是他的一些原话 那么呢 川普紧接着就讲 这个中国的文化是非常好 他们全家呢 去了一趟北京呢 那个旅行呢 让他不可思议 这些都是恭维的话了 然后呢 川普就是直奔主题啊 就是我们两国呢 关于贸易协议 上一次是谈得非常的靠近了 但是呢 稍微发生了一些偏离 这个现在呢 我们又靠得比较近了 我们想呢 有这个信心呢 能够呢 达成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发展 所以呢 两个人进行了一个开场杯之后 就开始闭门会议 闭门会议呢 进行了将近80分钟 然后就会议结束 结束之后川普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就给媒体这样说了一下 那么我们看到呢 这样一个结果呢 也实际上也是不会出乎我们所料的 因为美国呢 人做事 他是参照一个历史的 他这次集团的会议 实际上也参照了阿根廷那个会议 阿根廷那个会议呢 实际上也是美国呢 表现出他最大的诚意 然后对中国呢 进行具体的观察 后来中国呢 根本就是说 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 然后他们把关税再次的给加上去了 我们知道阿根廷会议之前 就是去年的9月份 川普把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加征了10%的关税 那中国政府急了 然后到这个12月1号 跟习近平 川普见面的时候 习近平要求就是 我们可以谈判 先不要再加征关税 本来是原定是1月1号 要把10%提高到25%的 后来呢 因为阿根廷的这个川习会 所以呢 延迟了 但是延迟之后呢 两方面还是一直没有谈判成功 到今年的5月份呢 就川普就一期之下 看到这个谈判明结果呢 就把这10%呢 就上调到25% 这个就是阿根廷会议呢 虽然比习近平呢 暂时给休战了 但是也是过了五个月之后 过了半年之后呢 川普发现你们还是不中心协议 你们还是不进行 结构性的改革 那我说的那个10% 就再加到25% 那这次的情况也是非常类似 这次的情况就是说 本来要原计划的话 那就剩下的这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要马上要加关税的 可能是10%或者25% 马上就要加这个关税的 但是呢 在谈判的时候 习近平很可能已经表明 我们肯定会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我们要取消这个强制技术转让 我们要对出口补贴 我们对知识产权问题 我们要进行全面的 照美国方面所要求的 我们要进行整改 他可能表面上也做了一些文章 所以呢 川普最后就动心了 就说了 那好 那我们重启谈判 然后剩下的这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这个关税 我们先不加 要看你们 某一个时间段内 能不能 打成协议 或者是能不能做出改变 如果不能做出改变的话 那这个剩下的3000亿 我还会加的 可能初期是10% 然后再看 以观后效 你还是好好的不改 那么怕 25%又给你加了 或者是呢 直接就加25% 总而言之呢 美国呢 是给中国呢 最大的一个怜悯之心 最大的一个诚意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看你改不改 看你 这个能不能真的 达成一个很好的协议 照我方所要求的 最早的那个 在习近平 比习近平撕毁的那个协议 你们能不能签 如果真的照那个签 去旅行的话 那实际上 这些关税也可以免了 而且准备方法呢 可以很快进入一个 很好的发展时期了 但是我们看到呢 川普呢 为什么答应呢 最近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啊 一个是 美国 他商务部突然发现 中国呢 采购美国的大豆 最近几天呢 突然急增 这就是 中国向美国示好 一方面他这个 报纸上 像一鹤团一样 文化大革命一样 天天骂美国 实际上他 暗中呢 在讨好美国 他自己呢 就要做一个 投降派亲美派 这就是习近平 他们要做的事情 另外这次集团的会议上 包括欧盟呢 很多一些大国的领袖 也都给川普啊 也说一些话 在公开场合就说 中美两国的贸易战呢 对世界的经济影响还是挺大的 必须你们两个 尽快的能够结束贸易的争断 所以呢 这些也是国际的压力 包括这个川普国内的 毕竟呢 华尔街啊 还有一些互联网企业啊 这方面他们不希望川普再 跟中国呢 有更加剧烈的行为 所以呢 就是说川普呢 在最后的关头呢 实际上还是放了中国一马 但是我相信呢 中国还是不会改 就是两三个月 三四个月 他一个是他不会进行 结构性改革 另外一个他不会照美国的意思来 签这个协议 就是签了 他也会这个百般的阻挠 不会认真的执行 因为上次的这个世贸协定就摆在那里 所以说 今天的这样一个川习会 就是这样 给结束了 然后 整个的结果呢 跟上次的阿根廷会议 基本上是类似的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川习会闭名会议之前 这短短的五分钟的 媒体可以采访的 这个川普和习近平各自的发言 作为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谢谢大家 добр invention mr president let me make a few opening remarks my great pleasure mr president to meet you in Osaka 48 years ago in 1971 in a place called Nagoya just over 100 km from here Chinese and American ping-pong play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31st World Table Tennis Championships had friendly interactions with each other. And tha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what we now call ping-pong diplomacy. The small ball played a big role in moving world events. And then eight years later, in 1979, our two countries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40 years ago. Forty years on, enormous change has taken pl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China-U.S. relations, but one basic fact remains unchanged.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both benefit from cooperation and lose in a confrontation. Cooperation and dialogue are better than friction and confrontation. Recently, Mr. President, you and I have stayed in close communication through phone calls and exchange of letters. Today, I'm prepared to exchange views with you on the fundament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growth of China-U.S. relations so as to set the direction for our relationship in the period to come and to advance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based on coordination, cooperation, and stability. The President, thank you very much, Mr. President. We have had a lot of time together, and we've become friends. My trip to Beijing with my family was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of my life. I've seen a culture that rarely would you see. Chinese culture is an incredible culture.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As you know, we've had an excellent relationship, but we want to do something that will even it up with respect to trade. I think it's something that's actually very easy to do. I actually think that we were very close, and then we — something happened where it slipped a little bit, and now we're getting a little bit closer. But it would be historic if we could do a fair trade deal. We're totally open to it, and I know you're totally open to it. I know all of your representatives. I've been working very hard with my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will say that I think this can be a very productive meeting, and I think we can go on to do something that truly will be monumental and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And that's what I look forward to doing.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osting us. We appreciate it. Thank you. Thank you.